我刚刚看到这很多股东会的赠品啊 令很多人很心动 可是呢问题来了 因为有很多上市会公司啊 现在呢他们的股东会 都选在同一天来举办 对 这君凯想到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上市会公司啊 是不是像请的这个 看师傅的 看日子的师傅 是不是都同一个啊 对可能黄豆吉日啊 都差不多那几天 对啊 其实像目前上市会公司的股东会 在同一天啊 十年前没有这么严重 直到目前才是很严重 其实根据证交所的一个统计啊 2002年的时候 上市会公司同一天举办 那个所谓股东会的只有45家 但到了2013年成长到65家 到了2004年成长到183家 2005年之后突破了200家 2007年的时候突破了300家 300家公司在同一天举办股东会 对对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根本是蓄意的 蓄意什么 蓄意去抹煞所谓的小股东 他在股东会可以公然的跟CEO 做一个当面的职业的机会 大家知道一年一度的股东会是目前很多的股东唯一可以有机会在公开场合作去质疑公司的经营阶层它到底有没有哪些地方就要做改进的但是当这么多的公司蓄意的把它集中在同一天当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是因为过去一些职业股东它有点在闹场让很多公司的经营阶层觉得好像失了面子又失了理质而且引起社会非常大的一个讨论所以大家才不应该说不约而同的全部摆排在一天 因为选在同一天啊刚刚庆龙提到就怕可能会有职业小股东来闹场啦 阿土伯要问你啦因为一场有电视啊 阿土伯看到你啊想说阿土伯你感觉是职业股东 我的职业是股东 不是职业股东 不能连起来念啊 没有没有 没有连起来念 这要分开 性质不一样 我的开会通知师啊 有这么一大跌 不是一股两股喔 都是几千股上万股喔 什么上万股 还更多 要更多 哎呦 是你是你 所以说 这个喔 开股东会 外来的股东啊 省热意有时候去只有我一个 对 剩下的股东是谁 职业股 职业股 职业啊 这个团的交通啊 职业跟公司移民的人啊 趁场面啊 所以我们这投资人啊 现在并不是用这个投资的心情来投资 好像拔车了 我输就输了 不会去追究 每次的股东会啊 都是他们自己人啊 没有外来的啊 对啊 外来的只有两三个人啊 所以啊 在股东会 是啊 给这个公司啊 一种 除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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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比说去年 一年 歪勾 公关会啦 软软开销啊 就一笔勾销 小股东都不知道这些事 都没参加 就通过了 没有参加 他也不在乎这个事情 只要有赠品就好了 有 不但有赠品就好 就是 就是讲 我如果有赢得 我如果有贪得 我如果真的像阿土伯一样啊 这个小股东要去表达心声 在6月份真的是非常忙 怎么说呢 这个6月份啊 真的是超级股东会 都开始起跑了 像是6月9号到6月13号 总共只有300多家 都在举办这个股东会 那么下一个礼拜呢 6月16号到6月24号 同样呢也有500多家呢 也都在举行股东会 有的时候还不止同一天 还同一个时间 这股东到底要怎么抉择 另外再到6月底 6月23号到6月27号 也是有600多家 都在举行股东会 如果像是我们上班族 这个真的要去换礼物啦 或者是说我想要 去表达一下我的心声 我真的是分身罚数耶 这个时候呢 就有另外一个行业 因运而生了 就是所谓的带领达人 听说呢这个带领达人 好像他们一个月喔 还可以月入30万 赚这样子的一个 外快收入对不对 因为大壮期 加上大家都很忙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 带领团队 他可能一个团队就5个人 那就是每年 就是5 6月的时候 那种股东会的委托书 他就如雪花般的就飞来 所以他每到这个时候 他都特别的忙 在这一季一个半月以内 他说他每天都是忙到凌晨3 4点 真的是受不了了 对 想说赶快去睡觉 没时间睡觉 对 然后赶快偷偷去睡个两个小时 要赶快再马上起来 因为还没有整理完 可是8 9点又要马上 再帮这些股东去打 是要是整理那个委托书 对 他们要去帮忙整理委托书 而且他们一份委托书 就是修你20块的手续费 对 然后寄回跟寄过来呢 其实全部都是客户加边负担 20块不多啊 20块不多 可是你知道他业绩有多好吗 多好 或是去年 他的月营业额 就那么一季的营业额 超过了30万元 哇 对 就那么一个月 我没睡觉还蛮值得的啦 他一年就算是一个月活动 他一年就只要活动 这一个月就是30万 而且今年他预估哦 他的委托单 应该可以收超过2万份 哇 2万份 40万 40万 对 所以他说业绩是年年在成长 因为大家真的是太忙了 对 而且甚至有一些领骨达人啊 他们其实如果就是 像这种是带领达人 那有一种他们是领骨达人 那这种领骨达人 他们可能就是都是去买领头骨 那领头骨有时候一些 我们所谓股民 他们笑称的鸡蛋水胶股 可能一股大概就是2块钱 几块钱不到 可是他们的经验品 其实当然不会太好 大概就是50块的一些牙膏牙刷 不过你这样算起来 那个报酬率 其实是蛮高的 我们小腹就是领骨达人 我们来聊一下 你这个致富的这种秘诀 来告诉我们好了 还没有到致富啦 小腹而已啦 对 每个人对财富定义不一样 其实我们的做法上面 可能跟市场上 带领达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以 出送在就是说 帮一般民众去带领这样子的商品 但我们不是 我们对他来说是一个大客户 因为我们会把 我们要带领的这些资料交给他 你是在更上游啊 对 我们是贡献给他的人 对 所以他的业绩成长 我们是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成长 他就跟着成长 你的意思是说 会有更多的小股东 事实上是直接找你 然后你再发包给他们去领 是是是是 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一般人投资人 大概是用2万块钱来做投资 但他可以购入可以上市归公司 大概可以买入500家的公司 2万块 2万块 买零股对不对 零股都买一股 所以他已经可以拿到 500家的上市归公司 对 所以只要一次一辈子 对 那他其实一年下来呢 他就可以领超过 大概2万5千块钱的报酬 所以你就是推广这个观念给大家 就是说你花少少的钱 买零股就可以换到赠品 像你说提到这2万买零股 他可以换到很多赠品 对 那这些赠品 换进来之后要怎么办呢 有的自己用 有的就把它卖掉 你价格呢 跟市价相比 我们大概会低于市价大概一半 像你身边这些都是在卖的吗 对 这些都是 我觉得 这个也是很高 使用性高 因为我们持股 他单一股的价格可能很非常的低 大概只有10块钱左右 可是他的获利 可能会让我们有高达10倍以上 所以LED这个灯组我们觉得是非常好 对 现在不是说越来越多 这个股东会的赠品 他不限 他不给零股零 他说要千股以上的 对 对你们有影响 其实不会 对 因为我们买的量够多 量够多 对 因为你500家 其实你说 他大多数是1000股是要到现场去 对 那他可能就是说 像Atobe 他就可能大概就是大户 人家会送过来 那我们是小户呢 没有关系 我们就勤快一点去跑 对 我们可能在他规定的时间内 我们就集中 然后过去那个现场跟他领就可以了 所以是不是这么说啊 你花2万块去买零股 但是你因为很多家人 所以你就开很多户头 所以我们会买大概至少一个人 大概买12个 其实以下 这个是一个投资的观念 投资领股应该要先讲究是观念 以现在银行的定存报酬率 大概只有1.36 前五大银行 大概1.36%而已 可是如果我买12个的话 其实我一年的报酬率 绝对超过24万 可是我投的资金只有24万 24万呢 那我可能换算起来 大概市价等于你是 投资了大概1700多万的一个定存 对 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 来换算整个报酬率 我就觉得12个户头 其实24万而已 但是我拿到的报酬 事实上有超过24万 相当于一个定存组 有1700万 1800万的人 其实台湾政府 现在好像在讲说 是不是要做一个穷人银行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 是可以做起来 而且这个最重要的 可以展现出台湾上市会公司 取之于社会 反制于社会法系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对 对 这喔 公司啊 会去我领导 所以说 但现在这个 我有建议一个人 如果股票 没有穿1500 开股当月 没通知 我今天买15 买5个 来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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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爸爸我赞成 我也想过来说 你如果 乌兰山钱 你来买 买 买一次买 因为你随无法 你随无法 你随无法 人家导书 你找你有什么 你买来 买来导书 后来你买买 买买 买到五六十个 你买 不太怕人 如果说 只买 买而已 用 这个 纪念品 和这个小白鱼 老实说 我不认同 其实应该是说 做任何事情也要 偷积也要18米 你要先贏一百米出去 大家知道 你的公司是做什么的 让人可以了解 要解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待会再来 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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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股东证明 可以看出那个老家的用心 和他的气度 对不对 照顾得很好 对不对 我们就加码 对于一些散户的小股东来讲 他们很在乎纪念品 因为他们觉得纪念品 送得好 代表公司对我们股民 非常的关心 很重视 对 很重视我们股民的事情 像你可以看到 像这一次HTC的保温杯 其实也是相当有质感 白色的一个保温杯 然后呢 像刚刚那个金控 原大金控 原大金 这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看不出来 这是LED台灯 我们都轻轻这样子 按一下 就会亮了 然后造型相当的可爱 对 那还有啊像是联电 他们就是送这种 购物袋 对 购物袋 可是它不是一般购物袋 它是有那种特别 靴下猫 卡通 算是有搭上十次的卡通 对对对 就是小朋友拿了都会很开心 但是小股民啊 有时候真的是看到 这些股东会的纪念品 就觉得公司真的 很甘心耶 今年股价表现差一点 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有被照顾到 我今年就是一定 会继续买股票 今年啊 其实我们有看到 一家食品公司 一家做肌肉的食品公司 他原本啊去年的获利啊 我们看到他去年的获利 已经来到了 1PS来到3.4 他原本预计配发2块钱的股利 但是因为公司赚太多钱了 所以当时在股东会场 其实就有现场的股东提议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股利 从2块钱变成4块钱 对对 结果董事长还真的答应耶 答应了 而且马上做一个临时动议 通过了这个所谓加发 一倍到4块钱的股利的政策 结果后来这家公司的股票 在当天11点过后 就是股东会消息一出来 哇 要加发一倍的股利之后 当天的股价马上拉上涨停板 就一路就是6月4号那一天的股东会 提案之后 千金股利从2元变4块 那天红黑方 股价马上反应了 马上反应拉到涨停板 那出了之后 他之后还一路的往上涨 股价已经突破27年了 27个月来的新高 刚才这位你说 两个加发股利 对对对 有电子投票 今天有电子投票 我这里说 现在开股东会没用了 没有用 他没有用 你已经通通定好了 对 电子投票都定好了 对啊 所以去年 我给这个 郭同建议加五毛 郭同也答应了 但是有电子投票的关系 没有办法 大家投票 看你有没有通过 没有 通过来加这个鼓励 所以今年 我都先给郭同讲 你先去沟通一下 不要到时候 又没有 所以今天有沟通 多加五毛 变成三块 事实上呢 我们刚刚提到股东会 事实上很多小股东 没有办法到现场 他最想换的 是纪念品 那纪念品有时候好 有时候坏啊 那什么时候会特别好呢 就是当公司的经营权 可能有些 这个争议的时候 像是要进行 董监改选的时候 可能他的礼物最特别好 有一年 甚至还有公司 送咖啡机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讲到股东会忘记呢 除了小股东 大家关于说 我没有这个纪念品 可以领之外 还有一个重点是 大家会看看说 现在我们哪些公司 有这个董监改选行情 如果有的话呢 其实股东好像都可以 有一些这个好处 可以捞到的 这边我问一下庆隆哥 是不是好像 好像听说这个股民 大家都要津津乐道 就是开发金 有一年好像大家 可以领到这个 很大值不错的咖啡机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的 整个所谓的 董监改选的故事 现在最有让我觉得 戏剧效果 其实就是2004年的开发金 因为当时 上演的男主角 跟女主角 女主角是迪化街的 小公主陈敏勋 男主角是中信集团 号称有烈爆之称的 姑仲淫 当时 对 当时姑仲淫 她看到了 陈敏勋家族 他们持有开发金的股票 连8%都不到 他们预估连8%不到 所以姑仲淫 她就展开她那烈爆 瑞利的衍生 瞄准开发金 鎖定 可以把你吃下 因为你们公司派的金银 的持股真的非常少 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一个 所谓市场的一些 诟病的一些动作 那当然 其实陈敏勋 她虽然外表看起来 像是一个迪化街小公主的 一个所谓 比较柔弱的形象 但是她本身是狮子做的 狮子做的人 其实她本身 其实个性非常的精明 她不会让自己 变成小绵羊 乖乖给你吃掉 所以她也开始进行反扑 所以她那个时候结合了 国内的超商便利商店的通路 这个也是国内有史来 第一次透过超商 来征求所谓的委托书 然后送什么商品 送整个价 就是天机场上面 所看到的咖啡机 这咖啡机一次可以 可以泡五人份的咖啡机 价值大概超过1200块 也是很好的 而且很方便 一般的小股东 其实他们要送 要用委托书的时候 还不知道要交给谁 用便利商店 大家随处可看得到 加上用一个价值非常高的 所以这个的其实 陈敏勋的一个反扑 也让2004年 在开发金的争夺战上 其实有觉得很大的 戏剧的效果 当然后来 猎豹还是略胜一筹 如果有这个金融权争夺战 为了取悦小股东 但是送的礼物会比较好 小副啊 在这里如果 像你们这2万块 买零股的方式 你们会去挑这种 有金融权争议的这种公司吗 其实我们也会去关注它 对就是 因为我们买的数量是多的 所以如果含到它也没有关系 对 那基本上会被关注 我们也会去看 如果说这家公司 它经营得好的话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后面的资金 再继续的投入进去 所以我们除了看了赠品以外 还会看它的资本利得的价值 如果你一买零股 大家说如果配股配息 你有把这些钱再买回去就对了 对 所以现在有很多公司 对于您这种零股的散户 它有照顾吗 配股配息也正常发放吗 其实是有的 其实我现在手上有一些单据就是 你手上有支票 这支票价值都不肥 这支票通常用到几万块才会开支票 不过因为小股东 现在目前能力还不够的情况是这样 虽然他还是会有配息的情况 配息的部分 其实他这里还有大概是配到五块钱 五块钱 我们给镜头拍一下 来来 所以这样支票上面的金额只有五块钱 五块钱 我光这个成本都不止五块了 寄送的成本也不止 所以他们还是很用心 但是你累积多还是有一点 还是非常的惊人 对 那还有呢 除此之外呢 还有他会送邮票 邮票 其实也有邮票 所以他有时候光是成本 就已经超过原本 他应该给你这些鼓励了 所以他们的用心 我们会感受到 感受到你会有什么实际回馈 我们就会再投入 因为我们跟他的想法是一样 他们在董监事改选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说 这里面可能有个经营大战 但是经营大战 或许换义组也是好事 或者不义组也是可以 如果说他的经营策略是好的 我们还是有可能再加码投资他 他为了收买这个小股东 他纪念品可能有的送好一点 或在更之前往前推 四冲哥 我们还听过 之前是不送纪念品 他直接用买的 买收购这些委托书 对 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个 如果 但是因为我们修法过后 以前是可以用买的 现在不行了 现在不行 以前的话曾经有一度的话 这以前有很多委托书大王 因为我们知道 以前的争夺战更加激烈 那时候一度就说 曾经有出到说一股几百块钱 甚至还有那种南部的汽银公司 一张股票值五千多块都有 那最有名的就是一个 委托书大王的陈德森 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 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 他很早就发现说 我们委托书上面 有很多可以做手脚的地方 他怎么样 他成立一个公司 成立公司 他找了很多台大法律系的 或台大台经系的 他们专门在研究这个 公司的好坏 然后他就股东会 他就跟公司在那边反映这些 譬如说你营运出现的问题 甚至他透过一些委托书的收购 他变成是上市上规的董监士 他知道说 我变成是上市上规的董监士之后 我知道公司怎么营运 所以我更懂得怎么投资 所以你看他 他就从一个小小的散户 变成一个大户 他1999年的时候 他就是心肌梗社突然过市 就是他过市的时候 他估计下来 遗留下来遗产 大概可能有新台幣50亿 50亿啊 对 因为他就委托书这样一路过来 然后用这个入股公司 来入股这个去董监士 然后去开始赚钱 那后来两个继承人 要缴19亿的这个遗产税 他遗产没有规划 对 他的存在是 专门去找这个公司的麻烦 但是他这个人啊 很节省啊 他的这个办公室是在怀宁街那里 你也是猜的 怀宁街我猜猜的 这大这个天 他也不开冷气 不开冷气 也不开电动扇 不怪有钱啊 啊 穿地坑啊 啊来用 用新闻做来业 那这一种人 啊所以 他的这个买的股票 不是他的名字 因为微型而已 后来还是被人家吃掉了 对 菜堂贾菜菜卡士 哎呦 因为他是突然过市嘛 这等于这个赠送的报庇税给政府 这是比较 这是比较早期的 这个委托书到 那这几年比较有名的就是张勇祥先生 大家都知道嘛 他也是非常有名 他是在委托书这个争夺战 我们看到很多金银犬大战的时候 像之前的元大金 还会出现 他就会出现 他站住某一方的话 那一方的这个胜算就会比较高 嗯 好啦我们讲到这个董监改选行行 信龙哥 其实我们每一次听到说 董监改选行行的时候 有这种火爆的场面也是常常出现 像去年我记得 山羊那个时候 好像这个公司派跟这个市场派 也是吵得不可开 叫记者还受伤耶 其实啊一直以来 那个黄优美董事长 他们的家族啊 吃股的比重其实很低哦 大概估计起来大概8%到10% 了不起而已 所以自然就引起市场的注意说 你现在目前董监 目前的董事长家族吃股这么少 那我就有机会可以趁虚而入 所以这开始引发所谓的市场派 跟所谓的公司派的经营权的大增 那我们看到去年的 1102年的股东会的时候 他的股东会现场其实很火爆 但是我们更感到兴趣的 是台面下那个暗潮汹游的股价的波动 股价的波动才是让我们觉得 更有兴趣的地方 山羊公司这家公司的股价 其实他过去2013年的时候 他股价大概30块 但是一路的攀升攀升到63块 为什么会有这个攀 以他去年还是亏钱 前年顶多赚0.4块钱的获利的水准 股价竟然可以从30块 这涨太多了 涨到63块 为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说 董监改选前 市场派为了要持有更多的股票 公司派为了要提高自己的股权 会开始买股票 狂买啊 一直买完全不顾基本面 所以这个时候 很多的投资人就可以站着 或者董监改选的一些便宜 因为基本上即使获利是赔钱的公司 股价都可以涨到63块 搭上这个顺丰车 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 这个只是一个我们一般台面上 所熟悉的一个董监改选的行情 但是大家知道吗 其实市场派或是公司派 为了要拿出这么多的资金去买股票 他们用各种的借钱管道 从农资 甚至跟那个所谓的丙主的金主 甚至跟地下钱庄去借股票 所以你会后来 当已经买到63块的时候 市场派跟公司派 都持有一定的股票的时候 但是大家都知道 对方其实好像背后 背有很大的利息 所以接下来怎么样 就想想让你断头 开始卖卖卖卖卖卖卖 因为基本上大家股票都拿去直押 去银行直押 甚至用融资 那我就一路从63块 一路杀到25块.7 看谁的后面的实力够 可以付得起利息的钱 所以这一波的下杀 其实就是市场派可能为了 已经掌握了之后 他为了要修理公司派 所以他开始狂卖股票 希望公司派能自然而退 有这么大沉重的利息的时候 他可以自然而退 那后来我们看到 这个山羊的一个董监的改选 又是市场派获胜 原来的黄优美家族 其实也应该在今年就会退 应该是会退出了 山羊的董事会 听起来好像都 市场派比较有的胜率 对 其实山羊的股东会 他一直以来都在新竹的总公司办的 可是他今年特别在内湖 租了一个场地 但是股东们想要进去 那个场地不容易 因为他用了两公尺高的白色隔板 把他隔得跟迷宫一样 迷宫啊 对 所以真的是为了要争这个董事权 真的是无招不出 其实这让我想到 在两年前这个忠实化 曾经也有这种董监改选 这种经营权纠纷 当时啊 事实上整个董监改选都已经结束了 很快就结束了 可是外面很多小股东 都还没有进入到会访 所以这闪电班啊 不过我们提到啊 其实股东会 现在旺帝都在举办 那除了争夺权之争之外呢 事实上有很多股东会也出现了很多呢 算是这种记录 包括了时间最长 对 包括了最干清 最害羞 那到底这些股东会有什么之最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